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好色的老师 学校第一天上班 就向学生们展示了烈焰红存 好家伙 这一操作惊呆了很多学生 其中一个学生很不简单 当同龄人在玩泥巴的时候 他就打起了玛丽老师的注意 男人叫大山 严重早熟的他 竟然语言轻浮老师 放来的结果就是 被老师放学留教室一个月 每次放学大山都会被留堂 就连洗手间都不许出去 其实老师早就注意到了大山 这个小混混不学无数母尊长 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 老师趁着留堂的机会 要好好教育这个熊孩子 于是就把大山拉入办公室 而教室里的小个子则一脸猛逼 经过教育后 大山就成为了老师的小登班 每天放学都会去到老师家补习 还顺带给老师买啤酒 由于未成年 大山只能喝饮料 与老师出好关系后 大山上台演讲 老师在台下给他对口心 在老师的教育下 大山每次成绩都是一家家家 小个子看了大山成绩再次猛逼 这天学校开演讲大会 可是后台屡次传来滋滋不倦的读书声 校长听不下去 叫人拉开木连 木连拉开那一刻 所有学生都惊呆了 接着大山就从幕后走出来 学生们都对他很崇拜 场下一片欢呼 全部学生都在呼喊他的名字 但校长看不下去 几个月后 大山和老师被告上了法律 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他们 毕竟在米国历史上 这是第一个猥亵学生的女老师 而且还是未成年 当老师站起来那一刻 大家下巴都掉了 最终判处老师有期徒刑三十年 但生下的孩子 大山无力收养 只能由他父亲带牢 当大山有能力赚钱了 抚养权才会交给他 与老师发生的时候 大山一时间成为最热的网红 受到很多粉丝的青睐 但网红毕竟只是一时的 二十年过去 大山成为了一个中年大叔 律师找到大山 说他红吉一时的时候 欠下了五万米金的税款 但是大山都理二十八块钱 没有办法偿还 律师告诉他一周之内不完战 就要面临牢狱之灾 除非二十八块钱 买了五百斤胖子 马拉松得第一名 当他一筹莫展时 他决定去找曾经的助理 但助理去给他出了搜主 让他三天后找到自己儿子 一同去探望老师玛丽 趁机上一波热搜 很快大山就找到儿子了 这个邋遢男人来找儿子 但是儿子并不认他 因为十八岁时 索尼不满父亲的 不趁值离家出走 十年间 他对外宣称自己父母双亡 事业有成后 还有了一个漂亮的未婚妻 可是就在自己事业家庭 有所收获时 他的父亲找到了他 大山的出现让索尼惊讶不已 没办法 只能谎称大山是自己朋友 私下里 大山让索尼和他去看玛丽 这时索尼发飙了 他责怪大山是不称职的父亲 根本不愿意陪大山一起去 大山也很自责 在儿子的订婚礼上 他尽量避免不让索尼出宠 但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 很快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甚至有人认出 他是曾经风靡一时的网红 大家对大山越来越喜欢 甚至有人要他的签名 黄欢开始时 大山意气风发 让全场有了很多欢乐 但唯独索尼高兴不起来 生怕有人知道大山是他父亲 打棒球都是无精打采 甚至技术连三岁小孩都不如 订婚结束后 他们来到教堂 神父凑近索尼给他祝福 可是由于靠得太近 索尼不小心说神父口臭 神父一听 小家伙咱们后花园约一下吧 来到后花园 神父直接给索尼一拳 接着脱下外套 露出强大的攻二头肌 没想到神父耍赖皮 不仅动手还要动口咬 大山眼看儿子快被打残了 趁神父不注意 直接给他来了一酒瓶 神父被撂倒后 所有人都把最推给索尼 双方还差点打起来 夜晚的时候 老板给索尼准备了单身派对 带着索尼做推拿 修脚指甲 最后大山带着所有人 来到弯弯舞殿 起初索尼是拒绝的 虽然嘴上受不了 但身体却很诚实 不一会他们就放开束缚 开始狂欢起来 狂欢结束时 大山为了弥补索尼的童年遗憾 将玛丽的耳环交由儿子保管 让儿子代代相传 接着还交索尼骑自行车 虽然交得不顺利 但父子俩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了 很快和猛的索尼就回到了 注意看这个男人 他扑倒了一具模型 第二天醒来 他未婚妻发现婚纱一团糟 上面有一些嘔吐 他还发现了粘稠夜点 未婚妻闻了闻 你这味道有点熟悉啊 感觉不对劲 还特意舔了一下 未婚妻对索尼很生气 还要求他变回三天前的样子 经过几天的相处 索尼发现这个父亲也还好 于是决定和父亲去探望母亲 大山一听 今天不能去啊 但索尼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他急忙去阻止索尼 但索尼已经到监狱了 大山赶到监狱后 还好助理没有赶到 这时玛丽出现 他还是和年轻时一样音乐 大山看得口水直艳 就在通话时 大山的助理赶到 并拍下儿子与玛丽通话给音 索尼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电视台的人来拍自己 大山不想听儿子 说出来真相后 索尼很生气 一气之下直接离开 其实大山是不想让儿子今天来 可是事发突然 正好撞见了而已 惹儿子生气后 他直接不管能不能趁热 直接去追儿子 回到家时 在阳台上 却听见儿子未婚妻 与老板亲密通话 为了挽救儿子的幸福 晚上舞会的时候 他决定当面拆穿女人 可是小花巧舌如簧 对大家解释后 结果闹了一场乌龙 事后大山也觉得对不起小花 于是决定当面给小花道歉 可是来到房间门口时 意外听见了怪声 可是自己儿子在大厅 里面的男人绝对不是索尼 大山为了儿子幸福 决定走后门进房间 进入的时候 看见了小花姐弟狗血的鹰 小花为了封住大山的口 决定给大山五万元的封口费 大山拿到封口费后 回到家思考再三 宁愿自己一天后去坐牢 也不愿意儿子不幸福 于是在婚礼这天 他来到儿子婚礼上 大山不想让小花当众难堪 让小花悄悄告诉索尼 小花知道瞒不住 于是告诉了索尼真相 婚礼被破坏后 小花生气地拿刀冲向大山 结果被大山一久平干倒 虽然大山破坏了婚礼 但却保住了儿子的幸福 两父子也重修于后 同时500斤胖子马拉松 也跑到了第一的位置 大山的28块米金 翻了亿万倍 他也瞬间拥有了28万巨额资产 这部电影不仅无厘口 而且特别的毁三观 可以颠覆你对有些人的认知 一句话说是死亡的 鸡蛋